字幕志明 李宗盛 不是青少年民的問題 即每個人天生都具備了學習能力和生存能力 你剝奪了他的機會去處理或學習 就會變差了 你剝奪了他去照顧自己的能力 現在回到家最重要的是什麼 溫習 賣好書 做完練習 做完練習 不用做家務 做功課 做完就行了 他人生只做功課 你剝奪了他去街市買菜 煮飯 洗衣服 收拾東西 你說不是 你叫他做現在不肯做 他覺得這些不是我做的 這些是幫助員做的 你叫我做這些 因為他很小時候 你已經剝奪了他去學習的權利 他一向都不覺得這是他責任 那就不做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經常說青少年問題 好像說青少年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青少年成長 不只是青少年問題 而是基本上他的家人有關係 整個社會有關係 就是這樣